本夜上成為最美麗的新娘 接受眾人祝福 為了這輩子最重要的一天 即使籌備期再長 碰上疫情都得轉彎 只不過不是每個人都能如願 有新人家屬PO文 希望將合菜分成小盤 業者已出菜都是一整盤拒絕 退而求其次 希望增加服務費也不行 業者說有公塊母吃 最後開口想延期 業者也無奈 只能婉轉告知 已經被料 這名自稱新人家屬的網友 氣到PO文怒轟 餐廳甚至還要求家屬 自備溫度計 去幫賓客量體溫 因為質疑餐廳防疫措施 最後更直言要賓客保重 自己不會到場 其實因應疫情原本有最低桌數限制的大飯店 現在也出現彈性 故宮精華取消最低桌數 景美一家大型婚宴會館 也讓新人能自行調整 只希望盡量良全其美 減少疫情對餐廳與新人衝擊 接著潘嘉義邱宇廷台北採訪報導